以下是与卡尔·克里斯腾的对话 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神经科学家之一 被引用超过24.5万次 在脑成像 神经科学和理论神经生物学等领域 有许多具有影响力的观点 特别是对于行动和感知的自由能原理的迷人想法 卡尔的幽默 才华和善良给我带来了启发和魅力 这是一次巨大的荣誉和愉快的经历 本节目由CashAPP赞助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在YouTube上订阅 在播客支持的Patreon上进行五星级审查 或者直接通过Twitter与我联系 听写为Alex Friedman 使用CashAPP可以让你向朋友发送资金 购买比特币 并以一美元的最低金额投资股市 由于CashAPP可以让你数字发送和接收资金 让我提到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 全球货币中仅约有8%是实际的纸币和硬币 其余92%的钱都存在于数字世界中 因此 如果您从App Store或Google Play下载CashAPP 并使用代码Lex Podcast 您将获得10美元作为奖励 并且CashAPP将捐赠10美元 给促进世界各地青少年STEM教育的机构 现在 让我们开始与卡尔克里斯腾的对话 我们了解了多少人类大脑的信息 从神经元之间的低级交流到功能层面 以及最高层面 比如精神疾病 我们当然比上个世纪更有优势 但我们还有多远要去 我认为 这几乎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所以 您必须设置参数来界定什么构成理解 理解的程度是什么 你想要我认为 在广泛的原则方面 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无论是在大脑功能解剖学的详细制图方面 还是在神经元微电路的记录方面 这可能是目前无法达到的 因此 制图和映射大脑 你认为详细完美的成像 是否让我们更接近理解大脑的思维呢 如果我们拥有完美的大脑制图 我们能走多远 我认为 这方面存在着下限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它将决定 你要选择从事何种科学职业 如果你相信了解每一个数突的连接 每一个微小的突出结构 甚至到分子水平 都会给你正确的信息来理解计算模型 那么 你会选择微观探究 你会研究大脑中的小立方毫米 直到你的余生 另一方面 如果你对整体功能和神经心理学家 所理解的功能解剖学感兴趣 你会研究脑损伤和中风 只关注整个人 所以 这又回到了你想要理解的层次 我认为 有原则性的理由 不要走得太远 如果你把大脑看作是一个执行推断和表示事物的一种机器 那么理解大脑的层次 就必须以概率密度和集合密度分布为基础 这告诉你 在理解大脑工作原理的概率性描述时 你不需要查看原子级别 因此 如果我想要理解某种非平衡态气体 或活性材料的热力学 我个人不会像观察大分子 或单个神经元那样去研究 个体分子的集合体表现 相比之下 如果你将其粗粒化 你将错过一些基本的规范连接原则和架构 我在想这里的是比卡局部 但目前关于高厂磁共振成像和七项测试的兴奋之处在于 它让我们有机会首次在几毫米的水平上 观察大脑在行动中的样子 区分出皮层的不同层 这可能在揭示在整个大脑中复制的规范微电路的通用原则方面非常重要 这可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大脑信息传递和群体动力学密度动态的根本知识 这些架构支持我们的大脑功能 因此 在毫米和米之间徘徊片刻 如果您允许我提问 对于您来说 人类大脑最美丽或最令人惊讶的特征是什么 我认为它的分层和地规特性是大脑结构或实际表示能力中的重复特性 这两个方面互相关联 我从纯解剖学和结构方面进行了理性回答 我的意思是 在身体中有许多令人惊叹的器官 让我们以肝脏为例 如果没有它 你不会长久存在 它做了一些美丽而微妙的化学反应和体内稳态调节 与大脑相比 有着同样的精致度 但它没有大脑那种精致的解剖结构 它有一个简单的解剖结构 在极简主义意义上很有吸引力 但它没有大脑那种精心设计的稀疏连接 地规和专业化结构 所以 你在这里说了很多有趣的术语 比如地规 稀疏性 但你也开始说分层 我从来没有把我们的大脑看作是分层的 我一直认为 大脑就像一个巨大的混乱 相互关联的混乱 很难弄清楚它的任何结构 但你是如何看待大脑是分层的呢 我认为 大脑并不是一个神奇的混合物 当然 在我学医之前 我也曾这样想过 因此 许多术语都相互影响 例如分层结构 如果你想想分层结构的本质 你需要做的就是仔细地去除那些 会破坏你所想象的完全相连的混沌结构的正确连接 因此 分层结构本身 就由一种吸疏而特定的连接结构定义 我并没有承认任何特定形式的分层结构存在 但对于大脑来说 有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 由于连接性吸疏性的存在 两个大脑部分距离越远 它们直接进行信息传递的轴突和神经元过程就越少 我们知道大脑存在着稀疏的连接性 并且基于解剖连接和痕迹研究 我们知道 这种稀疏性支撑着一种非常结构化的分层连接形式 你可以想象一下 大脑在粗略意义上就像一个洋葱 所有的感觉信息和所有向外传出的命令消息都来自表面 所以表面有一个巨大的交换接口 与外部世界进行交互 然后 在下面有一个小层 它会观察表面的信息 表面上的分子之间进行交换 然后在这层的下面 有一个层次结构一直延伸到洋葱的最中心部分 这就是我所说的镜像分层组织 其数连接定义了可辨认的结构 使体系具有层次结构 这告诉我们关于表示和信息类型的很多东西 所以卡拉特再问一个问题 这是关于表现能力还是解剖学的问题 其实二者相互支持 如果我们将大脑简单的看作是一台信息传递机器 它所服务的过程 则其形成消息传递的电路和连通性也决定了其功能 你已经在许多方向上做出了惊人的工作 那么让我们看看其中一个方面 探究大脑并试图研究这个洋葱状结构 对于大脑成像 我们可以从一种广义的解剖结构角度来研究它 可以学到什么 哪些成像方法 更大的问题是 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 人体神经成像 大多是测量脑活动 以了解大脑如何工作 我们有效地观察神经元响应随时间的变化 通常是对某些感觉输入或任务的响应 并且有很多兴趣 仅在静息状态下 观察大脑内源性的活动 但在任何时候 都要关注神经活动的这些变化 不管是诱发的还是内在的 理解它们的两个层面 通常人们会借鉴两个互补的大脑 或运动组织原则 一个是功能专业化或分离 这意味着大脑的某些部分 可能专门用于某些处理类型 你知道吗 例如视觉运动 它是我们识别或感知视觉世界中运动的能力 此外 这种专门的处理 可能是在空间或解剖上分离的 导致功能分化 这意味着 如果我比较你在学习观看静态图像期间的大脑活动 与你暴露于运动图像时 比如飞鸟的脑波响应的差异 我们将会看到受限制的分离的活动差异 这些基本上是你在进行手术参数图中看到的热点 测试响应的显著性所签定的区域 现在 我们基本上讨论的是一些人 比如当前的Coder和Neocartography 他们使用现代成像技术来增强古相学 基本上在大脑上寻找这个脑区 做这个或那个的斑块或隆起 试图理解这种功能专业化的制图 对于寻找这样的区域 有多少希望 就像你说的 存在这样一个美丽的追求理想 在研究大脑的进展方面 有多少希望找到这样的区域呢 哦 我认为 在过去的20或30年中取得了进展 这已经不是渐进的了 在脑成像技术问世之初 功能分化这个概念只是一种假设 给予一个试剂甚至更长时间的 谨慎神经心理学研究 研究人员研究失去特定脑部区域的人 比如因意外或创伤性脑损伤 然后说他们不能做这个或那个 例如失去视觉皮层而看不见 或失去称为V5或中涅区MP的 特定视觉皮层或区域 从而发现功能分化的证据 EY Selectively Could Not See Moving Things 这个实验显示 他们有选择性的看不到移动的事物 因此产生了这样一个假设 即视觉运动处理 可能位于这个功能分化区域中 然后你可以在动物模型中 放置侵入性电击 然后说 确实我们可以在这里激发活动 我们可以形成对视觉运动敏感 或定义的感受也 但你无法排除其他大脑区域 也对视觉运动非常感兴趣的可能性 顺便说一句 我很抱歉打断你 我有一个小问题 从你的角度来看 人类大脑与其他动物的大脑相比 我们在研究大脑方面的能力 有多大的不同 显然你离人类大脑越远 差异就越大 但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显著 所以 人们会根据他们想回答的其他问题 来选择与人类大脑近似程度的水平 因此 如果你谈论微电路的经典原则 那么 看老鼠可能是完全可以的 甚至可以看蝇虫 另一方面 如果你想研究视觉皮层和VEVR的更细节的组织 那么可能需要使用 更像人类的灵长类动物 因为在使用非人灵长类动物 来转移有关人体解剖学的问题方面 存在很多伦理问题 我认为大多数人都认为 从蚯蚓到人类 大多数重要的原则是以连续的方式保留的 现在回到我们开始研究大脑功能区域的初步想法 如果有些地方受损了 就可以推断这部分大脑 可能对这种功能有些责任 那么 这将引导我们到哪里去 有什么 接下来的步骤呢 嗯 事实上 要回到你对大脑是一个魔术套件的概念 但这实际上 曾经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观点 例如Lashley的质量作用定律 他继承了这样一个观察结果 对于一些动物来说 如果你只是取出一勺大脑 你从哪里取出 他们总是显示出相同的缺陷 因此 通过基于损伤缺陷研究 来推断功能专门化 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 一旦我们有机会观察大脑 在其兴奋状态中的亮起和反应时 就能够说 的确 这些功能专门化的反应是非常有限的 他们可能在这里或者在那里 如果我做了这个 那么 大脑的这个部分就会被激活 这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可能 事实上 就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仪出现之前不久 然后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在90年代初出现了 自那时以来 就有了大量的发现 精细化和确认 有人认为 这一切都在解剖学中 如果你理解了解剖学 那么 你在某种程度上就理解了功能 许多假设都是基于对解剖学和连接的深刻理解 但是 他们都得到了确认 并且通过新的成像技术 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这就是我所说的 我们在这个世纪中 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确实比上个世纪更加进步 通过观察这些有趣的选择性反应 但这不是整个故事的全部 所以 这有点像古相学 即在大脑中寻找隆起和热点 来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那个问题 更大的问题 当然是功能整合 所有这些区域特异性的反应 是如何被协调的 如何分布 他们如何与分布式处理和表征相关联 大脑 然后 你转向更具挑战性的整合连接问题 然后 我们又回到了这个美丽的西书地规分层连接的问题 这似乎是大脑特有的 可能其他器官没有 但无论如何 我们将回到这个挑战 试图弄清楚 如何进行整合 您的感觉是什么 普遍的共识是什么 我们已经摆脱了大脑的魔法汤观点 认为它有一种深层结构 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您认为 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怪物吗 通过成像和各种不同方法来研究 答案 从两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基本上 可以从方法学和历史的角度 回答这个问题 对于那些在这个领域以外的人来说 理解人脑内部的实际方法和方法学 可能会很有趣 其中一个方法是 统计参数图像法 Statistical Parametric Mapping 这也是您所在的行业的一部分 您所知道的魔态 指的是你正在测量什么信号 这些信号 可以从让我们局限于一些基于成像的非侵入性技术开始 因此 你基本上拥有了脑草描移和Brands大炮 它们可以测量大脑不同部分的结构属性 水和脂肪的含量 以及铁的含量等 你可以对器官的结构做出许多推断 就像你从X射线中获得的那种类型的属性或特征 但是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X射线 它正在查看这种属性或那种属性 所以非侵入性的观察解剖结构 将成为人们想要采用的第一个成像方法 然后你会转向反应动态功能的测量类型 其中最普遍的是代谢和血液相关信号 这些代谢和或血液动力学信号 是激活活动和信息传递 以及特定脑部区域神经动力学的基本代理人 但是 这些血液动力学或代谢反应 对神经活动的时间长数要比神经活动本身长得多 这是指血液的流动吗 是的 绝对是的 脑中有大量的血管 但是 血液流动和神经元的功能之间有什么交互作用吗 当然有 这解释了几个世界知名的领域 它被称为神经血管偶合 正如你所说的那样 它是神经活动 神经基础设施自然信息传递 我们认为 这是感知和行动能力的基础 与为神经处理提供能量的血管反应相结合的过程 因此 存在一个由大血管 动脉和静脉组成的精细网络 其细节逐渐变得更加细致 直到在显微镜级别贯注整个大脑 大脑机械构造中 有许多神经元 回到之前提到的洋葱式结构 使用洋葱做一个深层次的分层结构的比喻 从解剖学上来说 也是非常有用的比喻 大脑中所有神经计算的重要工作 都在大脑表面完成 然后 大脑内部由脂肪线路组成 这些线路 基本上是由水灵支鞘包裹的轴图过程 当你解剖它们时 它们看起来像肥沃的白色 所以被称为白质 而直行计算的神经皮层 由神经元组成 被称为灰质 因此 灰质是一个表面或皮肤 坐落在这个大球的顶部 我们谈论到神奇的魔法汤 但实际上 它是一个由非常仔细结构化 相互连接很少的集合组成的大球 类似于意大利面条 所有的计算都发生在洋葱的皮层表面上 这意味着 你需要提供适量的血液流动和养分 这些养分被神经细胞迅速吸收和使用 这些细胞没有像你的腿肌肉那样的能力 来基本上花费它们的能量预算 然后稍后还回来 大脑代谢中一个奇特的事情 是它真的需要在瞬间推动代谢 这意味着 你基本上必须打开水龙头 如果大脑某个部分有很多神经活动 就像一个杯子的一小部分 可能只有几毫米 你确实需要立即浇水 并且必须在几秒钟内完成 这其中包含了很多婴儿信息 成像可以告诉你一个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 但从分辨率上来说 会略微受到损害 部署这些浇灌花园的小微血管 以使活动能够进行 脑神经活动的空间分辨率 大约为几毫米 时间分辨率的重要性 也体现在几秒的级别上 因此 你无法完全深入的了解和观察到 神经活动的实际空间和时间尺度 要做到这一点 您必须转向另一种大型成像方式 即记录电磁信号在实时生成时的情况 这里 如果你喜欢用时间带宽来描述 时间分辨率的下限非常小 约为纳秒级别 然后 您可以进入到阶段性快速反应中去 从而开始看到 由特定刺激引发的分级地归消息传递的连续或集联过程 但是问题是 您正在观察通过大量的魔法仓 或收集性意大利面条所经过的电磁信号 并穿过头皮和颅骨 其空间范围非常广泛 因此 很难确定您在哪里 因此 您有这种两难境地 您可以使用成像方式 它可以告诉您哪个部位的大脑在激活 但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时间 或者使用EEG或Mac等电磁信号记录设备 它们可以在几毫秒内告诉您 大脑对某些刺激的响应时间 这两种大型成像设备是互补的 来自血流的直接影响或神经活动引起的电磁信号均为第二级响应 那么第二个问题具体是什么呢 从外部而言 使用这项技术的主要方法之一 是选择要用来回答问题的成像方式 有时必须同时使用两种 然后 你还可以应用一系列的分析工具 例如时间序列分析 以便回答您的问题 或验证您的假设 它们都陷入了我们之前谈到的专业化和整合 分化与整合之间的两个阵营 因此 这些是地图制作中的 Flobology的分析 我的道歉 也许不应该转移太多注意力 但这只是一个有趣的词语 Flobology和Robotology一样 它们都是意识形态 因为研究Flob或机器人的学问 这在教科书上可能不会出现 但在流行读物中可能会出现 你在报纸或ABC或BBC等媒体上 会看到有关脑成像的最新发现 其中涉及到小灰般的活化情况 有趣的是 这种分析所涉及的数学 实际上确实叫做Flob的数学 因此 从数学上讲 对于某些实体的概念非常适用 甚至可以称之为欧拉特征 在数学上 它们有很多高大上的名字 就像在您的思想中所提的 自由能量原则和思想 实际上也是有着Flob的影响 因为如果您考虑到实体 在数学上有很多的特征 无论如何 从功能划分的角度来看 这些灰般就是构成证据的实体 您已经将这个功能 分成了这个灰般 这不在灰般之外 这基本上是地图制作人的工作 如果你是一名美国的地图制作者 并且你不知道如何说明地方 那么第一件事就是确定城市的位置 例如山脉 河流等所有这些唯一的空间 可定位特征 可能是拓扑结构的特征 因为我们需要根据数学语言 来确定一个城市 在卫星图像上是什么样子 或者一条河流是什么样子 我想要像一座山一样 你知道有什么数据特征 可以证明那个特定的桌子或物品 在地图上放置时 所具有的木材特征 通常用这些斑点或现在的方式 来描述它们 这是一个关键的统计度量 它的激活程度超过了预值 并且在大脑的特定空间区域内 跨越了这个预值 就会形成一个斑点 这基本上就是物理参数映射所做的事情 它的基础是数学分析 因此你可以描述这两种方法 一种是时间上有噪声的 一种是空间上有噪声的 你需要尝试和确定哪种方法更有用 最近我有机会在一个名为Neuralink的公司待了一天 他们使用脑机接口 他们的梦想是了解大脑 通过穿过所谓的工厂墙而进入到大脑中 能够进行双向交流 您对这种脑机接口技术的未来有何看法 能够直接接触大脑 测量某些信号 发送信号以及了解大脑的功能 我的感觉是矛盾的 既有好的一面 也有坏的一面 我自由地承认这一点 如果你看看那种相互 但具有侵入性的神经刺激留下的遗产 那就是其中一部分好的方面 在谈到我们理解大脑的某些方法之前 我没有完整地描绘出它们 而不只是通过损伤部位的缺陷研究 实际上 在我们所处的百年机构神经学中的一些早期研究 是通过对狗的大脑进行刺激来观察大脑的反应 他们的反应要么是通过肌肉 要么是通过唾液分泌 并且推断出大脑的这一部分正在处理什么 如果我刺激它 那么就可以得到这种类型的反应 这告诉我很多关于功能专业化的知识 大脑刺激有着悠久的历史 现在仍然受到广泛的关注 尤其是深度脑部刺激治疗帕金森病 已成为常规治疗 并且也是了解帕金森等运动障碍神经元动力学的好方法 甚至还有人对磁刺激进行研究 并希望能用它来治疗抑郁症之类的疾病 虽然这种方法还比较粗糙 但是历史证明 这些强制性的干预确实可以改变事物 就像购买电视一样 无论管子是否正常 它仍然能运转 脑机接口 PCI是大脑计算机接口的一个美妙例子 它开提了自己的领域和追求 并且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尽管仍有限制 我们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例如通过感觉替代 来理解大脑如何与世界进行交互 包括尝试替换失去的视觉信号 通过给予人们全新的信号 来扩展他们的感官能力 最令人感兴趣的例子之一 就是让人们感知磁场 这样他们就可以用磁感应器 感觉到自己在地球磁场中的位置 并感受到压力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几周后 他们开始习惯这种感觉 并将这种新的感觉信息 融入到身体中 他们的脚所感受到的世界 现在配备了这种磁性方向感 这告诉我们大脑 对于改造自身和扩充感官领域的 可塑性潜力 以及突然尝试通过增强或扩展感知数据 来解释感官数据的可塑能力 你可以测量出这些数据 以便更好的理解和掌握大脑的本质和力量 但这显然是纯粹用于娱乐和理解的 我想大多数脑机接口的应用 都是针对解决临床和人类问题 比如锁定综合症 结贪或替代失去的感官器官 如失明和失聪 然后我们来到了我自己的消极负面部分 我不想让人泄气 因为我的泄气言论 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无知 一般来说 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大脑 与计算机接口的带宽核位速率都非常低 仅仅相当于用极慢的莫尔斯电码进行交流 甚至与我们实现人们在治疗 结贪和失明等方面的期望相去甚远 因此我们不得不问 是否存在大脑与某种扩增 或人工界面之间 递归信息交换的下限 有趣的是 回到本文之前我谈到的内容 如果我们将功能界定为推理 那么假设存在一些基本原因 使我们认为 在讨论集合活动时 我们基本上是在谈论控制另一个高度结构化 非常相关并且非线性的系统的挑战 这对于大脑计算机接口非常重要 它的研究基于大脑和天气 这样的非平衡稳态和动态 例如 想象一下 你有一些非常具有攻击性的卫星 可以产生被称为天气系统一部分的信号 现在你正在询问的是 我能否有意义的介入天气并改变它 使天气与我想要的方式响应 你正在谈论 几乎无法想象的混沌控制规模 因此可能有根本性的原因 为什么你可能永远无法实现 类似于科幻小说中理想的脑机接口 因为要真正成为系统的一部分 并且是不可变的 需要你已经进化成那个系统的一部分 你必须成为一个非常精细结构的 深度结构化的动态结合活动的一部分 这与修复破损的计算机 或插入外围接口适配器完全不同 更像是进入天气和活性物质 并有意义的将其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 所以我认为存在巨大的挑战 因此我认为天气的例子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你描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 它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消极 而是基本上在说 这可能非常具有挑战性 包括带宽的下限等 我来自机器学习的世界 所以我自然而然的认为 最难的部分是控制天气的工程挑战 让这些卫星运行起来等等 一旦它们运行起来 那么剩下的就是基本相同的方法 这些方法使你能够在围棋的游戏中取胜 也可能让你在这个混沌的环境中进行操作 所以我希望机器学习方法 能够帮助我们玩转这个混沌的环境 但也许你是对的 可能需要通过生物学来实现 大脑是一种难以置信的系统 对于我而言 进入它可能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在我看来 似乎不可能的是 你所描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血管混沌 如果你不了解大脑 你也无法评价它 你不能犯任何错误 你不能破坏事物 所以对我来说 这个工程挑战似乎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Neuralink 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 是和才华横溢的神经外科医生 和机器人学家交谈 这让我意识到 即使这似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有人能够做到 那就是这些试图应对 这个挑战的世界一流工程师 因此 我认为我们讨论的结论 基本上是这个问题非常困难 但希望并不是不可能的 那么 如果可以的话 让我们从基础知识开始 您也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原则 自由能原理 我们可以从自由能原理开始吗 实际上 自由能原理继承了很多 从大脑中获取高维时间数据的 这些数据分析方法 因此我认为 承认这一点是有趣的 尤其是那些解决功能集成 和连接分析等方面的 分析工具 但我也应该承认 它继承了很多机器学习的东西 自由能原理只是一个正式的声明 即管理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 幸存的任何系统的存在 必要条件 可以被描述为一个推理问题 也就是说 你可以将存在的概率 解释为你存在的证据 如果你能将存在的问题 写成一个统计问题 你就可以使用 已经为推理开发的 所有数学方法 来理解和表征 必须在这个推理服务中 发挥作用的合奏动力学 因此 技术上意味着什么呢 你可以解释任何存在于环境之外的实体 或存在于其所处环境中的实体 都在尝试最小化 变分自由能 如果你来自机器学习社区 你会知道 它是负证据下限 或负拐点 也就是说 你正在尝试最大化 或看起来好像你的所有动态 都在尝试最大化 其边缘自然 或证据的互补 这基本上就是自由能原理 就算你退一步 或者像你说的存在必要性 这里有许多美丽的诗句 但是粗略的说 基本上就是试图描述 如果你看着一个斑点 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是活的 什么是生命 什么是存在 所以你可以看看大脑 你可以看看大脑的部分 或者你可以看看这个原理 应该适用于几乎所有的事情和系统 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哲学问题 涉及到每个层次 以及回答这个问题的方法论是什么 什么是生命 这是一个巨大的努力 很好的一点是 至少从某些角度来看 有一个清晰的答案 那么 也许你可以谈谈这个优化视角 一个活着的系统 试图最小化什么来最大化什么 一个活着的系统 是在试图最小化什么 你做了一个重要的推断 即认为物质在状态上 可以是生命或非生命状态 那么我可以问你 什么让你认为某个事物存在 这就是我使用存在必要性一词的原因 它超越了生命 只是存在 因此 如果你深入挖掘存在的定义 那么 它们就具有某些特性 从非平衡稳态物理学中借用数学 可以实现这一点 如同液滴在溶剂中的存在 为什么不会溶解 这是自由能原理 试图通过优化过程回答的问题 原理断言 如果某物处于非平衡稳定状态 那么 它必须表现出 优化某个特定数量的特性 这个数量恰好是机器学习中的证据下限 或Burgeon统计学中的贝叶斯模型证据 这是一个关于自我信息精益度的约束 本质上 它是处于特定状态的代率的对数 从物理学家的角度来看 自由能原理适用于一系列系统 但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下 它可以应用于 可以根据其环境进行识别的单细胞生物体 游滴与溶剂之间的界面 就是一个可以应用该原理的系统 该原理试图解释 为什么界面会随时间而存在 为什么游滴不会溶解在溶剂中 总的来说 自由能原理是一种理解和描述 各种物理系统中 非平衡稳态性质的方法 它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 从物理学的角度 分析和解释这些系统 从物理学家的角度来看 液滴和他所浸泡在的外部状态之间的界面 特性更重要 物理学家将这些外部状态称为热域 它实质上是由游滴周围的原子或分子组成的物理系统 问题随之而来的是 如何维持热域并使其不溶解 这从物理学家的角度是一个迷人的概念 从数学上描述液滴和外部状态之间的界面特性 是一个美妙的想法 但也很复杂 它引发了有关液滴核实开始 以及在不同物质中浸泡时显示的特性的问题 比如水 从物理学家的角度来看 重点更多的在于 理解这个界面必须展示哪些特性才能存在 而不是为什么存在 这些特性非常有趣 并且具有推断的光泽 因为保持游滴和外部状态之间 边界的本身需要优化定义界面特性的特定函数或功能 存在和秩序的存在 是我从存在主义命令开始的原因 这是必要的存在条件 因为界限基本上定义了存在的事物 这是自组织的方面 在生物学中有时称为autopoiesis 而在计算化学中则称为自组装 这是什么东西 把自己从不存在的状态配置出来的事物 他们清晰的与他们所处的混合物的状态区分开来 例如从计算化学的角度来看 你只需要理解这是一个大分子的构型 以使其自由能最小化 它是热力学自由能 这恰恰是我们一直在谈论的同一个原理 即热力学自由能只是负的肘部 它是同样的数学构造 因此结构或形式的出现 以及可以与环境或不是该事物的东西区分的东西的存在 必然需要客观函数的存在 然后它看起来就好像是在最小化自由能的最小值 以澄清我的思路 使用自由能原理 如果某物存在 它应该显示这些属性 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只是去看一看 我们不能只是进入一个混合物中 如果自由能原理没有给我们一个找到存在的事物的机制 那它是在暗示我们应用它来推理 思考一个特定的系统 并且问自己这个系统是否表现出这些特性 您之前提出的问题是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区别 实际上是社会之间的区别 这可能是我们可以探讨的地方 傻的问题 但你可以在生活和存在之间划分一条界线 对吧 有一个有趣的区别 是有的 我认为是这样的 你知道事物是存在的 沙粒 月球上的岩石 树木等 所有这些都可以与它们所处的环境分离开来 因此 在某种程度上 它们必须优化它们的自由能 采取这种基于模型证据解释的量的方式 基本上意味着自我证明 这里还有另一个不错的说法 你是自己的存在证明 你知道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 我不认为我说过 但我喜欢那个说法 你是自己的存在证明 所以 这是你的存在性吧 我要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几天 有一个美丽的论断 回答你的问题 你知道什么是存在的 首先你必须定义它的含义 就像你正确指出的那样 你必须定义某些状态 必须具有的概率属性 以便它知道它的结束位置 并且 你可以将它写成统计独立性的术语 再加上稀疏程度 不是连接的 也不是相关的 不是相互依赖的 这又回到了更深层次的结构 不是这种等级制的 而是在去除相互连接 和相互依赖性后出现的结构 基本上能够识别由底表面 与其所处的水的界面 当你这样做时 你开始意识到 在任何包含任何东西的宇宙中 实际上 有四种的状态 即内部和外部的事物 以及表面本身 这就是为什么我使用一个比喻 一个具有内部和外部的单细胞生物 这段内容讲的是 将一个物体划分成 不同的状态 即已存在的情况 为了实现这种划分 活动状态的马尔可夫坦 不能受到外部状态的影响 而我们已经知道 内部状态无法受外部状态的影响 因为毯子将它们隔离开来 这意味着活动状态和内部状态 现在联合而不受外部状态的影响 它们只有自主的动态 你可以想象一个有自主性的游滴 它有自主状态 有自主日 因为游滴表面的某些部分 必须不受外部状态的影响 所有内部加起来 这两种状态赋予了一个小小的游滴自主状态 看起来 它们正在优化它们的变分自由能 或负种模型证据 这将是一项有趣的智力运动 你可以说 你甚至可以进入心灵实体的领域 即所有存在的事物都在暗示自我证明 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区别 是存在于游滴和真正的生物体之间的 它们都具有自主性感觉和行动能力 它们维持着什么呢 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我不确定正确答案是什么 因为它们都可以移动 移动似乎是能够在环境中行动的重要元素 但游滴也在做着这件事 所以我不确定购物中心的水滴移动 但它内部是否可以自主移动呢 或者表面正在执行维持其结构的动作 是的 你太聪明了 我只是指一个被证明为被动的小游滴 它就坐在那里 你布在玻璃的顶部上 我想表达的是 你完全正确 你甚至已经准确把握了它的运动方式 那么这种运动来自哪里呢 如果它来自内部 那么你有一个我认为是生命的东西 我的意思是 内部状态可以影响反应状态 反应状态可以影响 但不受外部状态的影响可能会引起运动 所以 如果你喜欢游滴 那么就有两种游滴 一种是内部状态如此随机 以至于平均下来 它们自己维持平衡 平均值不能移动 一种很好的例子就是太阳 太阳有内部状态和许多本质上的自主活动 但由于它没有类似大脑的深层次层次结构 没有总体模式或组织可以表达自己 从而允许它实际上游泳 它当然可以拥有一个非常积极的表面 但在太阳实际表面的尺度上 那个表面的平均位置本身不能移动 因为内部的动力学更像是一个热气体 而你的内部动态结构要深得多 现在你可以用肌肉 分泌器官和自主神经系统及其效应器 表达你的主动状态 你可以真正的移动 这就是你所能做的 如果你之前没有这样想过 我认为这很好 你需要意识到 没有其他方法让你移动 你可以改变宇宙 而不仅仅是移动 无论是通过声带表达 走路还是挤压分泌器官 只有一种方式可以改变宇宙 那就是运动 而你所做的恰恰不是随意的 这使你活着 因此 这并不是无规律性 这就是所谓的行为表现 我们意识到 这是一种基于形态发生动态 和可能具有适应性的游泳或运动的过程 这就是我试图表明的游滴和小蝌蚪之间的差异 蝌蚪环绕着它 它的主动状态实际上改变了外部状态 现在有一个循环 即行动感知循环 如果你愿意 就像是一种经常发生的动态 这取决于深度结构化的自主行为 休息在内部动态上 它们不仅模拟数据 印在它们的表面或覆盖状态 而且还通过移动 积极重新采样这些数据 朝着化学梯度进行区化作用 它们已经不只是 它们生活在世界的良好模型 例如 游滴在平底锅中 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小生命体 已经完全推断出 它是一个被动的非生命游滴 生活在水碗中 没有问题 但是 如今 给这个游滴配备 能够去检验不同状态和生命体 假设的能力 我们实际上可以将其表面推到那里 以化学梯度进行测试 或者说我们可以开始朝着更加类似生命形式的移动 这种理论上有趣的细胞研究 实际上在反映我自千禧年以来观察到的趋势 极像这一种内在活跃和具有化身理解的智能发展 你说你来自机器学习领域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我认为运动的核心重要性 还没有真正影响到机器学习 它已经在机器人技术中扩散开来 也许你可以说 在一些主动视觉问题中 你确实需要移动相机来采样数据 但是 数据挖掘和深度学习方面的机器学习 并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 他所做的事 而不是处理运动问题和主动采样数据 他们说 我们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有大量的数据 所以我们不需要运动 对我来说 这是当前机器学习中一个重要的遗漏 当前的机器学习更像是游滴 是接受了几乎所有数据的游滴 与孵化出来 寻找正确数据的蝌蚪不同 例如 他喜欢食物 这是一个好的假设测试 分析师可以移动并摄取食物 以查看这是否是他喜欢的食物的证据 因此 下一个自然问题是 在我们描述存在和生命的美丽图景时 即使在人工智能系统中 您是否认为 在这种框架内定义意识 或探索意识的想法是可行的 例如 您是否可以找到自我意识 并将其扩展到意识这个概念上 我们如何开始在这个框架内思考意识 这是可能的吗 我认为 这是可能的思考方向 但是 是否能够得到明确的答案 我并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 我认为 您需要与合格的哲学家交流 以获得明确的答案 但是 人们肯定对使用 不仅仅是这些想法 而是来自信息理论的相关想法 试图确定与意识的数学 计算和几何学相联系的方法非常感兴趣 例如 通过极简主义的意识 即使我对自我认知的要求最低 我所谈论的是有效规划的能力 因此具有代理能力 你可以争辩说 病毒确实具有某种代理能力 因为它会有选择的找到技术和细胞并移动 但你不会赋予它能够思考规划和有目的地移动的能力 而这需要考虑未来 相比之下 你可能会认为 蚂蚁不像病毒那样无意识 它似乎有一种目的 它在逆时时 与路上的朋友交谈 就有一种不同的生物自治权 超越了病毒 因此 这里涉及到规划复杂度的某些线条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条线超过这个线 那将是非常美妙的 生命 存在和意识 是我们画出的美好界线 然而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 这也是我在过去几个月才学到的哲学概念 模糊性 你说找到一条线将会很棒 我之前一直认为 有一条线在某个时刻会被画出 直到大约四个月前 一位哲学家告诉我 关于模糊性的概念 我不知道你是否听说过这个概念 它是一个技术性的概念 最能说明的是在哪个时刻 一堆沙子变成一堆沙子 是一粒沙子 两粒沙子 三粒沙子 还是四粒沙子 在哪个时刻 你会把线画在一堆沙子和一些沙粒的集合之间 同样的 问我在哪里把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线画出来是否正确 因为这可能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尽管如此 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 我知道某些系统具有规划能力 这只是从推理自证明的角度出发 我的意思是 字面上的动力学 描述维持你的游低形态的热力学和梯度流 被称为画布 它在你的肘部具有Molek贝耶斯模型证据的优化 自证必须成为对表面感官部分 或你的Markup毯子上的感觉印象的原因模型的证据 如果该模型具有计划能力 则必须包括未来行动状态或动作规划的模型 因此 我们现在处于规划及推理的游戏中 现在请注意我们所做的 我们已经远离大数据和机器学习 因为再次移动的后果 选择那些数据或那些数据或看那边 就可以立刻告诉你 即使是有意识的艺术品 或强AI或广义一点的东西 你也必须在游戏中有移动 并且还必须有一种类似于变分或双边码器的生成模型 该模型考虑在不同行动方案的条件下未来的情况 这带来了许多东西 现在开始考虑那些拥有所有正确要素并谈论意识的人 我现在必须在未来的几种不同行动方案中 进行选择作为计划的一部分 我现在拥有自由意志 选择这个行动方案或那个策略或那个政策或那个行动的行为 突然让我成为一个自证明人工智能推理机器 看起来现在正在选择不同的前进方式 当我主动的游进这里或游进那里或看这里或看那里时 因此我认为如果混合了规划 你现在更接近那条线 如果那条线存在 我认为它还没有达到自我意识的程度 我认为你必须应对如何正式的书写自我意识的微积分或数学 我认为这并不是不可能做到 但我认为你会发现在实际定义或自我意识的平均压力下 我认为我认识的大多数人可能会说 一条鲸鱼或宠物鱼没有自我意识 它们可能会争论它们最喜欢的猫 但很乐意说妈妈有自我意识 所以这可能与某种程度的规划复杂性相联系 似乎自我意识对于复杂的计划至关重要 你想进一步谈谈咖啡吗 你绝对是正确的 线路不清晰 但是将自己整合到世界中 整合到您的规划中 对于构建复杂的计划至关重要 所以我在同样优雅的方式中 数学的描述这一点 就像您拥有自由能量原理一样 也不是我认为这并不好 也许我们应该回去 重要的是您给出的答案 如果我只是解包 您会看到真理或您暴露了法国 但也许是这样 我记得我以前没有回答您的问题 那么自由百科全书原则有什么用 只是解释非平衡稳定状态的漂亮理论练习吗 是的 它除了这些之外 什么都不做 它可以被视为我们的傲慢 但是你知道 它就像自然选择的理论或假设一样 美丽而不可否认 但是它对您绝对没有其他信息告诉您 而且 它也不能让您建立某些东西 因此 直接推动自由新闻或大腿本身 就像大多数同一词理论一样 毫无意义 当然 通过同一词 我正在谈论naturals理论 适者生存 一旦罪适者没有生存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TH中心的圆盘内缩 代表着自由能原理 具有相同的紧缩性词句 在它的内部 这是事物存在的特征 因为它们最小化它们的能量 而这个被最小化的能量 被称为自由能 它们的存在 使它们不断绕着圆圈转动 然而实际的应用 不是从自然选择中得到的 而是可以在类似差分进化 遗传算法 或NCM的机器学习中看到 你能够得到的实际应用是 如果看起来存在的事物 似乎试图具有密度动力学 并且看起来 它们正在优化变分自由能 那么 就必须使用一个泛寒 或凭借模型 来描述原因和结果的概率描述 原因在外 后果在Marker Flanket的感官和感受部分 理论上来说 我们应该能够写下生成模型 计算梯度 然后让它自主的证明自己 你应该能够写下游滴 你应该能够创建人工制品 其中你提供了目标函数 提供了梯度 提供了自主制动力学 以达到非平衡稳态 所以 自由能源里有实际应用 当你可以用泛寒或模型 来写下所需的证据时 也就是 当你能够写下泛寒 或者生成模型时 与给定该模型的感觉数据 相关的证据的概率 将极大的限制 变分自由能的肘部近似值 这意味着 你实际上可以写下模型 以及你想要工程化的类型 例如AGI 即人工通用智能 并且 你可以设计一个机器人和计算机 来执行梯度下降操作 以达到这个目标函数 因此 自由能源里具有实际应用 我再说些什么 似乎与此相关 所以有哪些这类型的问题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数学上很容易 我告诉你 只需要将完美的人工智能概率分布模型写下来 覆盖这个物件所嵌入的世界的因果关系 然后你只需要设计一台计算机和机器人 来对目标函数进行梯度下降 没有问题 但是 当然 最大的问题是 书写生成模型 这就是最困难的部分 就像自然选择并没有告诉你 为什么你需要眼睛一样 因此 你必须深入研究实际的喂养时间和巨大耳朵模型 如果要拥有自我意识 那么其日志团队模型的形式和结构 基本上就定义了你将要创建的人工智能 或拥有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的类型 这就是所有的艰苦努力所在 所以 如果我现在告诉你 我必须拥有一个模型 才能适应这种我所处的世界 如果我现在观察到这种世界 实际上主要由像我这样的其他事物 及你组成 那么 如果我能开发出一个假设 即我们是相似的生物 实际上是同样的生物 但我是我 你是你 那么 拥有自我意识也就变成必要的了 如果我生活在一个 由像我这样的事物构成的社交世界中 那么 它就变得必要了 再进一步说 这是我在讲话 而不是你在讲话 如果我独自在火星上 或者在丛林里作业孩子 如果周围没有类似我的东西 我就不需要做出推断 来确认这些声音是我所体验到的 而不是你所体验到的 只有在存在其他人的世界中 由于存在奇异和游戏性 才会发生这种情况 因此 我认为 自我意识的人工制品的特殊之处在于 他们学会了 或者至少装备了 可能是通过进化获得的模型 这些模型允许存在许多像它们一样的复制品 因此 它们必须确定是你而不是我 这很棒 我从来没有想过在规划存在于世界中的情况下意识 或自我意识的真正有用性在于可以与像你一样的其他事物一起操作 这些事物并不一定是人类 它们可以是其他类似的生物 我们把很多属性投射在我们的宠物上 或者我们试图让我们的机器人具有人形外观 我认为 这背后有一个深刻的原因 但是如果你可以将大致上的假设简化为基本上你就是我 那么阅读世界就容易得多了 当我们谈论规划时 特别是当我们谈论规划的最高体现或实现时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我的意思是 人类的状况没有比现在讨论存在哲学和对话更高的境界了 但是在这场对话中 有一个美丽的轮流发言的艺术 以及推理心理学 我必须知道你想要倾听的时间 我必须知道你想要打断的时间 确保你在线上 我必须在我的脑海中拥有你脑海中的模型 这是最复杂的生成模型形式之一 其中生成模型实际上具有别人的生成模型 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表明了支持自我意识的各种生成模型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 我们就会相互交谈或者在唱诗班里一起唱歌 你知道我们所处的地方可能不是一个桥梁的比喻 我想说的是 如果没有这种交流 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对话 这是正确的 达拉斯可以打断我 我想说这话说得很好 我将会多次倾听这次对话 其中包含着如此多的诗意和数学 让我问一个最傻或最大的问题 作为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已经谈论了生存与存在 以及这些物体所操作的客观功能 你认为我们的存在的客观功能是什么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你认为对于你来说 也许是存在的目的 满足感的来源 存在的意义之源是什么 作为这个汤中的一个泡泡 我很想以物理学家的身份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自由能是我行为的结果 所以从技术上讲我们是通过寻找信息 解决关于我是什么样的事物的不确定性 来实现这一目标的 但我怀疑你可能想要一个稍微更个人化 更财务化的答案 这也可以与之相一致 而且我认为这是令人放心 简单的 并且回到你小时候学到的东西 即你对自己是什么样的生物和人的一些信仰 所有这些自证明的意义 所有这些在一种活跃的肉体方式下 最小化变异自由 能意味着实现对自己是什么样的事物的信仰 当然我们都被灌输了这些故事 这些叙述通常以睡前故事或童话的形式出现 我是一个公主 我必须遇见一个野兽来改变我成为一个王子 这些叙述在你的父母 家人 朋友乃至整个社会中都存在 并且你的客观功能就是实现那个叙述 你成长和创造的文化 我指的是一种游戏 因为这种积极的推理 是自我证明的一种不活跃的方面 你知道的不仅仅是我在模拟我的环境 我的认知 我的外部状态 我还在不断的积极改变他们 而且他也没有在同样的回应我 我们是一起做的 所以有一种同步性 这意味着我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 创建了自己的文化 所以现在对我来说 很自私的问题是 我给了什么样的脚本 基本上是爱因斯坦和福尔摩斯的混合体 所以我尽量吸烟 避免过多的人际交往 但享受这种幻想 你知道你是一个受欢迎的科学家 会有所作为 以一种古怪的方式 这就是我成长所在 我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 喜欢科学和类似于阿瑟爵士 和他的时空和引力等真实的事物 这是广义相对论的第一个可理解版本 所以虽然所有的童话故事 在我成长过程中 都是关于这些角色的 除了霍比特之外 因为我很紧张 这是一段探索之旅 我想我已经成为了一个 我想象中的温和的福尔摩斯家 阿尔文斯坦 在我的鞋子里会做什么样的人 而你优雅而美丽地完成了这一切 卡尔里斯顿今天非常荣幸 能与你交流 谢谢你抽出时间来 我不认为你会感到羞愧 谢谢你收听这次与卡尔里斯顿的对话 感谢我们的赞助商CashApp 请考虑通过下载CashApp 并使用KxPodcast来支持播客 如果你喜欢这个播客 请在YouTube上订阅 在Apple Podcast上打五星评价 在Patreon上支持它 或者简单的与我联系Twitter和Lex Friedman 现在让我用卡尔弗里斯顿的话结束 你的手臂移动是因为你预测它会移动 你的运动系统试图最小化预测误差 谢谢 感谢你的收听 希望下次再见到你 感谢您的赞助商